Cup In Why 為什麼一波都拉一跳這麼好 滿滿的Funking味道 而且它手長腳長 動作做起來又那種大框架 特別好看 最主要的是什麼朋友們 他們把音樂卡滿 全部卡滿 哇每一個音效都卡到 吃滿滿吃滿滿 看一下 其實很多舞者 都做不到就是 他們明星有時候有邊跳邊唱的習慣 所以他們就會 注重表情 或者是一些對嘴的部分 讓你看的就很容易 看進去的那種感覺 這個就是為什麼 厲害的點子在這兒 完美 來看一下王毅伯和葉映的這段Lucky 真的是太厲害了 首先Lucky的這個舞蹈 也不是王毅伯主跳的對不對 那聽說他只學了 很短的一段時間 那他的一些Lucky的基礎的元素 包括一些節奏 一些 timing 一些腳步 甚至是大招 做的兩個字漂亮 請聽哈 他們把這首歌 跳得更好聽了 什麼意思啊 比如說我聽到一首歌 我第一次聽 聽完以後我會覺得 嗯 還不錯吧 你一般 但是因為頂尖的舞者 通過他的舞蹈 或他的技巧 通過他的情緒 把這首歌 演繹過一次以後 我會覺得 哇哦 原來有那麼多的音效 那麼多的層次 是我第一次聽的時候 沒有get到的 但是他的肢體 表達給我看了 通過我的視覺 和我的聽覺 配合 哇 這個歌好有層次 好有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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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有能量 好好聽喔 但是 Wang Yibo 出現了 看起來 他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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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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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ttle of the Night Battle of the Night Just great Wang Ebo did his thing 10 out of 10 performance They both did a 10 out of 10 But one of them did 10 out of 10 on expert level Late was on You know how it was easy, medium And hard, and super hard Late was on the hardest level And Wang Ebo was super hard On that dance level I thought I thought I thought Late was so clean I thought I thought I think I was very good I thought I thought I think I think I think 两个人水平差不多 那场挑的还是很爽的 而且他的理解能力也特别快 就我说什么他就懂 然后我帮他随便编一个下地的动作 他一下子就做出来了 编到学到排巨快 非常的快 然后接下来就是各种 调一些小细节小东西小感觉 就特别的帅 觉得对方王一博队长和叶音的表现如何 再加上王一博极高的同步率 这个就太恐怖了 人手歌里这对搭档基本上都是在这么玩 这两人在音乐之间穿梭 两个人的舞蹈跳出了一个乐队腰杆的火 单论这一场battle的话 结果还是很明显的 音音和王一博这边 Evo I think really captured the locking spirit a little bit stronger so I think because it was a celebrity battle I really focused on you know did the celebrity adapt to the style a little bit stronger